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这位啊 你也得管他叫一声大哥 你水仙嫂子 八年前离开了老家 在广州流浪了两年 差点被人贩子 卖到了青楼 后来就是这位大哥 把他给救了 不但给他治病就医 还一直照顾他 后来他们俩啊 就结为了夫妻 所以说呢 你今天也得管他 叫一声大哥 水仙跟我提起过你 说你当年啊 偷偷把他拉到村外 给了他姻缘 送他上的路 对吧 来 我敬你一碗 那个 我这一下子 我没搞明白啊 我 我明白了 我得跟你叫 姐夫吧 对了 姐夫 那 那 那个 水仙姐 姐夫 我敬你们俩 好 你们俩 今天 今天真是 这酒喝得 什么事都云开雾散了 来来来 我再接着给你介绍 这位啊 是谭先生 谭先生 旁边这位呢 是张 那个 张女士 对 女士 张女士 好 这位是中央军的陈长官 陈长官 其他的啊 都是我们的伙计 好 我们一起结伴啊 做买卖 入过你的这个 黄鱼落马沟 那既然这样 欢迎各位 来我寒农做客 我敬大伙一碗 来来来 谢谢军长 谢谢军长 那个这府会儿都开了啊 大伙别客气 赶紧动派子 咱们山里边 没什么好吃的 全是野味 都别客气啊 好 好 好 这是难得好吃的玩意 是 不是 鸭签 拿着馅儿 来 双员回来了 刚才上人想了一枪 怎么回事 一点误会 军部来客人 客人 什么客人 你不是红军吗 怎么还做新买卖来了 还跟那个 中央军的人一起呢 兄弟啊 我现在做的 就是这个 中央军的买卖啊 来 药文 我敬你一碗 行 来 记错了 药汤的不是我 药文 药文 药文啊 这些都是雷武龙做生意的朋友 今天正好路过咱们欢迎的马哥 让我也碰上了 雷武龙你还记得吧 药文兄弟 你好啊 雷武龙 多年不见哪 是 五年前在我家慈堂见 这事已经说完了 不会吧 我都有十年没踏进过你们家门槛了 怎么会五年前在你们家祠堂见过我呢 不但在祠堂还杀了我爹 墙上还有你留下的血字 那我们就好好论道论道 我问你 你爹死的那天晚上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现场 还有谁在这儿 还有佣人 佣人吴妈 吴妈不是半年前的你家 我是怎么杀的你 你用你的大刀砍的 大刀砍的 我杀你爹之前说什么了吗 没说 不对 说了 说什么了 你说 你说今天我要杀腐鸡皮 把你那个装宝石的皮箱子交出来 交出来我就不杀你了 后来 是吗 你爹还有一个装宝石的皮箱 那后来他交出来了吗 他老人家以为交了你就不杀他了 可是那个皮箱他藏哪儿了呢 井里 你们取出来就 就把他杀了 雷武龙 你真是狠哪 当时你在哪儿呢 我他的井 你 当时把箱子从井里取出来的时候 怎么没把你一起取出来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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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辩什么 五年来我一直在找你 今天不要进屋报仇 来人 到 把他给我拉自己砍了 不是 不是 好 刚 刚才不是 钢绑过吗 什么钢绑过 现在 马上 是 来人 打打呀 你跟我出来一下 把这里给我看住 任何人不得出来 他这哥哥 可不是个善叉儿的 这家伙还是那么生气愿远 今天 已经好就这正法了 我也得把手报了 给了了装心事 药武刚刚说 何耀文一大早 就下山去拜访张细寿了 我 我想起来了 这个人找过我 要去贵系收编他们 我当时没见他 你们贵系经常收编这种队伍啊 你们中央军会也是如此吗 我不太清楚 这也不是雷武东杀 不是他杀的是谁杀的 不是他杀的是谁杀的 我亲眼看见是他杀的 那有错 兴许 你看错了 雷武龙当年大字都不是 自己名字也不会写 咱们往枪上鞋子 是 更何况那晚 雷武龙正带着红军 打镇上的保安团 他有时间去咱家吗 难道是我看错了 不会啊 不管怎么说 现在看来 雷武龙杀三爹的证据不足 咱们也算是正任君子 不能冤枉人家 你说呢 那不是他那会是谁呢 总不会有两人 长得一模一样吧 现在不要想这些了 先把客人照顾好了 那 那一帮都是什么人呢 现在萧少白和张七寿 交在了一起 这个侯耀文 又去了旅目 非同寻常 我估计他们会让各个山头的 民团保安队和一些护卫军 加强对你们的防范 包括我 现在也是被缉纳的对象 敬贤分析得对 此地不能久留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他们正是张四郎要找到的人 里边是不是还有个中央军的长官 是啊 请 陈 对了 对了 陈俊炎 他们是共军小分队 十天前这帮人 劫持了这位陈俊炎特使 随即中央军特派家将营入柜军场 前天在食堂得而复食 张希寿司里一大大把我叫去 就是为了和营救部队的萧队长接洽 共同寻找这帮人 太好了 部队 哪儿不对 这个中央军的陈长官 好像不是被劫持的 没捆没绑的 而且从言谈举止上看 他好像跟你说这帮人是一伙的 这帮共军 和营文回来之前 我还闪过一个念头 想在实习成熟的时候 跟药武提出来 让他协助我们过疆 现在如果和营文 真的是跟张希寿 各道在一起的话 恐怕这个想法就很难实现了 先不管这些 中央军的小队长说了 只要能抓住这帮共军 武器装备可以大量的 无常地拨给我们 用这些武器装备 再武装一两百人没问题 那我们就是五六百人 那时候 你不用不着舔着蓝 让别人收编了 这样 我们先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等他们酒醉饭饱 趁机一曲拿下 然后往中央军那里移送 回来的时候 真来多取点人 要不然这么多武器装备 没法拿回来呀 怎么样 我选吧 我说过 我不与国民党卫武 我也没想过让谁收编 我 我们不是要与谁为伍 让谁收编 是利用这次机会 壮大自己 然后我们收编别人 那也不能用别人的血 来壮大自己 只要能壮大自己 管他用谁的血呢 更何况那个雷武龙 还是杀我们爹的仇人 没有证据 不能算仇人 就当他没杀我们爹 他是共军吧 他是红军吧 杀不了贵军 中央军 我们杀共军 总是应该的吧 我也说过 我不与红军作对 你谁都不作对 那搞什么护卫军呢 我搞护卫军 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 而不是欺负别人 你怎么才能不受欺负 只有壮大的自己 才能不受欺负 兄弟 现在先不管跟谁合作 不管跟谁作对 只要能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就干 那就不要良心了 人怎么都不做了 要什么良心的 只要能成上 人都可以先不做 你别再熟悉的道理了 现在的道理 就是一切被人壮大 我去布置 站住 我是护卫军军长 这是我说了算 你 小白 这个何曜文啊 终于给了我们个惊喜啊 共军十人 陈俊贤在其中 你看 黄鱼落马沟 十余洞 全体驻动 立刻包围黄鱼落马沟山寨 杀 张细寿和郑鱼军的营军部队 已经对他们所掌控的 林船保安团 还有护卫队下达了一支 微小医学红军小船队的部署 是 当然 也包括我和护卫军 你这护卫军 也在他们掌控之中 你还不了解我 我哪会对他们掌控 他们给药丸开出了条件 说如果能抓住这支小医生 就能换取大量的武器装备 有多少武器装备啊 承诺是 差不多一两百人吧 大买卖啊 可以装备一个营了 所以何耀武很兴奋 他认定你们就是这支 红军小分队 因为 你们跟苗鼠的一样 中间 还有一位中央军的长官 尽管雷武龙和何耀武兵事前前 小分队身处护卫军的辖区之内 处境还算安全 但是危险从未远离他们 何耀武贼心不死 萧绍白依旧虎视眈眈 廖武啊 没错 我们就是他们要找的那支小分队 那个中央军的军官 就是南京特使陈俊颜 我们的目的 就是渡过香江 去湖南的通道 那就别磨蹭了 你叫上你的人 我派人 带你走小路 这会儿估计大陆已经疯了 廖武 你真舍得那些我去抓没啊 那又怎么样 你可以把我们都抓起来 送给中央军啊 那你舍得 我要是把你的人动了 你不把我的十一栋 炸个底烧天啊 快走吧 快走吧 站着 站着 快点 站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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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来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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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各个山头的靶头都严正以待 各个山口要道也被贵军和中央军把守 他们就是插翅也到不了向江边 我们做到人之一尽就行了 问题是人家扣住了 那好处就是人家的了 我们白白错过了一笔好买卖 再好的买卖 也不能不顾亲情 昧着良心 今天这个乱世 有枪就是草头王 只要对我有利 管他什么良心和亲情 所以你为了得到爹的宝石箱子 不顾亲情和良心 亲手杀了爹 还嫁祸于人 你 你疯了 我杀了爹 你干得出来 你 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呢 我胡言乱语 你之前说你自己在家 今天说吴妈也在 吴妈都走半年多了 她怎么会在 爹是有一个装宝石的箱子 这事我都不知道 雷武龙怎么会知道 你说你当时藏在井里 雷武龙说得对 怎么取宝石的时候 没把你取出来呢 你千言不达后语的 说我胡言乱语 我今天和武龙哥还有嫂子说了 我和药武糊涂了五年 今天这个新结果终于解开了 现在我脑袋清醒 眼睛看得清 谁也帮江蒙我 我 不是 爹爹 你给我好好想想 想清楚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杀的爹 然后我再好好想想清楚 想明白了星许我不杀你 要是想不明白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 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不想亲手沾上清歌的血 第二条 亲手比了你 这么快就想好了 这次 敌尾 我是你亲哥啊 敌尾 不是我亲哥 我早拨死你了 我以为我再生死 给我撤 撤 撤 长官 看前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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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不会是何耀武的计谋 把我们弄下上来挨打吧 这个王八蛋 弄了半天 给咱们吃这三针野味 这是行前大三的这个 等什么时候呢 你呀 闭嘴 特务连伸入到他们后面了吗 电话线还没连上 让他们赶紧连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下到时候往回走四百米 还有条路 可以下到够地 你带太重了他们先过去 走啊 撤 走 妈的 看白狗子这个火力 怕是还有炮吧 实在不行 就往山正撤 非战狼马狙血而起 一手难攻 利用地势阻击 效果会好一些 这样会连力还要武的 熊玉栋 会成为攻击目标的 好 海鸡炮到位没有 到位已公布 到位已明开几班 抓紧到位 在 快走 东方 走 上 快上 老虎 扔土雷 快 快点 快点 啊 不许啊 上 黑衣炮到位 开炮 开炮 预备 放 我好像看在里边 有副头 副头 你看清楚了吗 穿上长山闪了一下 跑他就上去了 这个副头 我在石塘镇没抓住你 我要让你在这儿粉身碎骨 洛连已经在攻击方面发动进攻 好 命令部队 整体前一 莫家冲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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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部队往前引 往前引 看 快 冲银 właści 不会跑的呗 架沟的小路在树林那边 我们过不去了 旁边这条小路突往哪儿呢 那是回落马沟 十一栋的路 我们两个都往下冲了 一会儿后面的敌人上来以后 我们没有能力 对付两边架机啊 我知道你不愿意上山 是怕连累和药物 但现在我们 只有一条路可走 其他的路都是死路 雷连长 后边的敌人追过来了 你回头看 你回头看看 要注意 我回头看 你可以回头看 看不不空 小路 在家里面 就没有别的下山的路了吗 没有了 只有山岸的一条路了 五龙 现在是三面受敌 可以考虑让月灵带着陈俊颜上山去 月灵 谭主任 你带水间和陈俊颜上山 孙蕾 把他们带过来 是 走 我走 走 走 散来 你带着向导 把弹丘人害军烟 还有水间收拾山去 务必告诉侯害物 把他们保护起来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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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谷他们上山 让手榴弹 走 走 我们一起上山 让我们再打会儿 然后陈俊再下山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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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爹 各 来了 樊先生 让我 真不想眠 leading you 是希望 帮我们两个人保护一下 陈俊监bestarel 赶快在台 kro云上山 好 范先生 跟我走吧 走 快 可水狐隆他们还是在后面呢 我知道了 没事 Nokia 快 好 快 快 awa 为 好 好 报告队长 我们已经击毙了两枚共军 其他的人 估计都已经逃到前面树林里去了 你放心吧 这次他们跑不了了 来营长他们 会把他们给堵回来的 你就保证他们不会上山 这很有可能 要我 坐 早子已经上山了 跟我走 走 都盯着点 任何人不许上山 快点 这里应该是何曜文 护卫军的房地了 继续朝树林里追击 把他们逼到 护卫军十一栋的脚下 形成三面围固 是 你看看 是 莫莱 是 区长 都安置在洞里了 行 让兄弟们进入山地 没我命令不许开枪 是 来 都跟我走 区长 夫人都安排好了 没事 谢谢 好 你们那边 你 一边 这只要是 他 他 类似 你 我 花了 莫 node 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食欲动 就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了 当年我爹欠你们家的 你就当我替我赎罪吧 我的枪也是你叫的 我想现在应该 跟你练得差不多了 一会儿逼一逼 把枪给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俘虏 这是在打仗 我和你一样 是被他们攻击的对象 现在这里是山洞 没有他们 你无理取闹 我再跟你说一遍 把枪给我 你为什么一枪不把我 这个俘虏给崩了 要依我 我早把你崩了 子雷 来呀 你老子不敢崩了你 不敢啊 开枪啊 我正开了 开 把枪放下 我告诉你 陈俊妍 不杀俘虏 是不杀投降的俘虏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为了你 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凭什么 把枪给我拉出去 凭什么我们要为你 强力大雨打不子弹 凭什么 我们的命就没你值钱吗 陈俊让我告诉你 以后再有强力大雨的潮 老子不知道你了 放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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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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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他们头那是我们人 他们已经跑不回去了 撤了 兄弟们 我看起来都给我顶住了 我们的人物从他们师傅开枪了 把他们打进去 为啥 保密集团位 快点给我开门 他们哪儿抬着炮啊 再打一会儿他们就明白了 就会出这十余洞来了 来吧 想上来也不容易 我这攻势啊 一年前经历过攻期 打了两天都没上来 是护卫军或者民团吧 一个保安队 要吞我的十余洞 这回可是正规部队啊 还是小心点吧 走着瞧吧 反正得让他们吃点亏 军长 你们有排击炮是吧 好像上午放了一炮 有啊 不过就一个炮弹不少 要不啊 老火可是炮手啊 不用支架 指哪打哪儿 真的假的呀 把排击炮给他 好 搜 谢谢 枪声停了 你们长眼睛都是干什么的呢 共军一个没抓到 自己人到料到十几个 你们干嘛不索性 直接缴械投降 顺便把共军的军饷也给发了 老子把嗓子都喊哑了 还是不停地打 牛腿都不长眼 牛眼都没腿了 老子他们找谁说理事啊 都那么罢了 都那么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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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老火 好 使过吗 都差不多 这现在可是你的专用武器了 别照练了啊 什么事 不跟你们说了 我有点疑惑 他们怎么这么快知道 我们在黄米罗马国 报告 这档电报 你们这儿还有电台啊 那当然了 装备一年了 装备呢 没 没见着 给我找出来 是 怎么了 这个嗓家去 速配合三面夹击共军 鱼黄鱼落马 勾山下 消 喝药丸干的 肯定是他回来看到你们了 所以发了这个电报告明 这个狼八蛋 贡军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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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不能上天 总不能入地吧 你说 你说 你说啊 贡军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 他们是上山了 山上有护卫军 他们怎么上去的 我 电报发了吗 犯了 犯了 队长 他们这边要是刚上来的话 那我投一波遭遇的就是军 那我火力已经把他们压制住 马上就到地方了 又突然遭到迫击炮的袭击 他们哪儿来的迫击炮呢 迫 迫击炮 一定是山上的护卫军 他们看底下打起来了 也想凑热闹 这帮乌合之中 哪儿打得就是炮啊 这可撂倒咱们不少的地区 这可撂倒咱们不少的地区 通知下去 给他们所有的武器装备减半 实在不成 就把他们的石鱼洞给断了 军长 全都走遍了 不见专员 黄山也没见着 我一直在洞口外 我也没有发现 黄山还有专员出来啊 继续找 是 放开放开放开 我找萧队长 是何耀文 让他过来 你的人呢 在 在山上 你一个人下来干什么 把你的护卫军给拉下来啊 出事了 共军流导了石鱼洞去的 我好容易才逃下来的 你把共军给我抓起来 你逃什么呀 你个护卫军不会就是你一个人吧 一言难尽哪 他们 他们控制我们这要害部门哪 要害部门 你跟我说 你们军哪个部门是要害部门 军 军部 你弟弟不就是军长吗 就是他被控制了呀 怪不得发了电报 没有回音哪 是 领料 封锁十余栋山头 把网给我拉大点 封锁所有下山路径 是 是 快点啊 军长 都准备好了 其他山头呢 有三十多个人 哥 你们都是正规军 打震的这样的行李 给咱指点一下 没有 东西太简陋 我缺少层次 敌人暴击的时候 就最近一大在后面坚固的 战壕里待命 后悔一天迅速进入一线阵地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一线阵地 缺乏的是后面坚固的待命地 我们这后边有几时的山洞 等敌人轰炸的时候 我们就裹进去 再回来也有几分钟 这是不是就是 他说的意思啊 你的这个小山洞啊 比他说的坚固战壕 作为待命地还要好 即便是敌人攻权的一线阵地 还可以退回去 以小山洞作为掩护 找时机进行反攻 更加有优势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利用自然环境来制定战术 是阵地战中的一种 自然环境加上有力的改造 有的时候会比人为的设计更加实用 甚至会打倒意想不到的效果 听见没有 这就是黄埔出来的 张连长加上他的丰富战斗经验 那是文武相加一个顶仨呀 张连长黄埔几期的 武昌分校首批 了不得 这要是在桂系或者中央军 你这学历起码是个团长啊 在我们红军啊 很多排挤都还上过皇后 革命军人重在革命 革命 军长 抓上军 坐嘞